我們回到第二節 今天這個節目是錄影的 再次跟大家講 今天是10月29日 其實在這個時間我和大舊已經不在香港 所以我們不想這個節目會有停頓 所以有兩集是錄影的 1月2日那一集大舊已經在西班牙、葡萄牙 即是太陽世界回來 他在頂著當 我要1月3日才回香港 我們剛才回顧一下香港 我們自己覺得重要的大事 當然就是和政治選舉有關 以及我們推動的五區公投運動 以及票差票償運動 以及整個民主派陣營的分裂 以及民主倒退 不要說民主 其實所有的東西 包括人權、新聞、自由 所有的東西都是向下 就是向下的 這個是向下沉的 這是相當悲哀的一件事 甚至連建制派的內部分裂 亦都突顯了整個政治向下沉淪 所以這個真的是佛善足塵 過去一年的香港政治 你政治佛善足塵 在我和大舊的立論來說 你經濟民生都不方有好東西 這個一定的 因為整個政治體制 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專權政治體制的話 那個貧富懸殊 官商勾結 這個現象只會惡化下去 對不對 另一方面就是 你看看地產霸權、金融霸權 是沒有任何受到壓抑的這種跡象 即使內界的政府 都一樣是重商主義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那個政治制度的不公平和不民主 是絕對影響經濟民生的 這個已經是一個必然的關係 另外一件事就是 香港呢 我們覺得真是佛善足塵 但兩岸關係呢 比以前進步了很多 那麼台灣的民主政治呢 已經就是 老實說 除了那個所謂內容 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呢 都可以相比之外 即是它那個民主的素質呢 也都不斷提升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 在民主政治來講 台灣是一個比較 就是中國人的地方 華人地區呢 是比較成熟的 那麼 反而大陸呢 就仍然是一黨專政 那麼很多人期待 十八大之後 新的領導層呢 會有一番作為 但是在這種寡頭獨裁統治之下呢 就是我們看不到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去遇見到呢 是會有一個就是 所謂政治開明 然後令到那個民生樂利的 這種這樣的必然關係的出現呢 在大陸呢 也都是非常之艱難 它也都是出現了 經濟發展裡面 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裡面 過去馬克思所批判的 或者毛澤東當年所批判的 那種就是 所謂極端資本主義出現的現象呢 在大陸都出現的 那麼所以就是 你看到兩岸呢 也都是在政治上面 就是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香港剛剛就處一個中間 是要受到這個兩岸政治的影響 必然的 但是兩岸的政治 或者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 這個大的格局呢 又受到整個國際形勢的影響 在過去一年呢 大家看到呢 大家比較關注的呢 就是 一些所謂第三世界 或者是極權統治 或者專制統治的國家呢 那些人民呢 就是紛紛 就是 起來抗爭喔 人民力量 在這些地方 就是發揮了一個極大的作用 一個中東的末理化革命 你看一下它對全世界的影響 是吧 現在這種影響仍然繼續下去的 特別是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 你看到亞洲區也都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由中東 中東都是亞洲 對亞洲的影響又非常之大 對拉丁美洲那些所謂第三世界國家 影響又非常之大 你看一下上一次的新加坡選舉 反對派可以拿到超過百分之四十的選票 當然在那種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下 拿百分之四十的選票 都是佔很少的議席的 但是如果當一旦 那個強人李光耀 就是 新故 整個新加坡的形勢呢 就會出現很大的轉變 我幾個月前去過一次新加坡 就是我的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那個選舉之後 那些的士司機呢 平時我去新加坡的士機 不是很講政治的 大家知道新加坡人呢 什麼話都會講的 廣東話、潮州話、福建話、英文、馬拉話 就是你說語言能力呢 就是 一個新加坡就已經看到華人真的很厲害 還有客家話 基本上是你樣樣都通的 所以我們在新加坡 跟那些的士司機又好好談 聊聊聊聊 就竟然談到政治 大家對現階段的政治是非常之不滿 有些人說 新加坡小國寡民 只有三四百萬人 是不是 個個有屋住 是不是 就是生活水平都算是這樣 但是它又是出現一個 就是 資本主義壟斷 和那個貧富懸殊的問題 又是 你明白嗎 所以又是因為政治而來 因為理事家族 它所操控的各個範圍 不單止是政治 在經濟上面 就是那些所謂利益 弟弟就管整個電訊 是吧 就是整家人都有生意的 親戚、朋友 所以它又是 無可避免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 這一種所謂民主抗爭 或者整個民主運動 在所有這些亞太地區 或者亞非拉地區 中東地區 現在不是小異科 你看一個卡達菲 這個獨裁者的下場 不單止是一個人 是一個家族的下場 是吧 很快見功 是不是 埃及統統莫巴拉克 要受審 被人民公審 是吧 這個卡達菲 這樣就是看著 不停當 全世界面前 看著你 被人殺過 這個教訓對獨裁者 我想是非常大的 所以 剛才戴舊提到 這個磨利花革命 整個世界民主運動的潮流 這個就是等於 孫中山當年搞革命的時候 他經常說的一句話 世界潮流 浩浩雙雙 信之則槍 亦之則亡 有些人說 好好當當 那你喜歡讀當就當 那個正音就讀個傷 不知自己 信之則槍 亦之則亡 他這個所謂世界潮流 是說什麼 就是民主的潮流 這個說的是百多年前 孫中山先生已經在說 世界潮流 浩浩雙雙 信之則槍 亦之則亡 當然有很多 他講這句話 之後這一百年都驗證到 信之則槍 亦之則亡 共產黨都曾經抽過水用 孫中山這句話 來講這個 新民主革命 在巴黎公社 很短暫 很多都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否定 這個過程 那種革命 改革 對後來整個社會 西歐 蘇聯等地方 東歐 其後 伸延到 亞洲 南美洲 非洲 其後就發展成為 民族的獨立運動 到最後就搞中國 哈哈哈哈 中國 這個 這個 所以其實中國現在有這種警惕 你不要說 他有的 因為你看到 你剛才那個分析最對的 你看到 九十年代 是整個東歐 就是由蘇聯為首 整個東歐的崩潰 整個東歐的共產集團的崩潰 那是代表整個世界的一個陣營 大家知道 在九十年代之前 那個是東西兩極的冷戰時代 就是兩極的對峙 是不是 就是一個是北約 一個是華沙公約 華沙公約就是以蘇聯為首 北約以美國為首 英美為首 就是那個對峙了幾十年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到了九十年代 四十幾年 是不是 那個對峙 到九十年代 就是以蘇聯為首的 共產集團的崩潰 骨牌效應 這個是第一波 這個第一波 接下來就是 剛才大舊所講的 接著就是 亞洲 就是非洲 拉丁美洲 亞非拉 都受了 我們那個茉莉花革命 其實我想這個中國共產黨也好 就算是香港政府本身也好 香港政府本身的警惕性較弱些 因為它沒有了一個管治延續 就是那個的重要性 他們都想著都是一個時代的過客 是不是 這段期間 他做到這個位置 做這個司局長也好 做這個特首也好 是亞爺點了名的 做得一屆就一屆 兩屆就兩屆 究竟那個的 所謂的政權的延續 對這一班高官來講 是完全沒有一個的使命感 或者沒有一個的感覺 或者是信念 是要幫這個政權延續下去的 他們當然是一個的打份工 那樣 但是共產黨來講 就很著重 就是那個群眾的控制 千萬不要給群眾 有機會發起這個群眾運動 進而可以推翻這個政權 所以這個中東的莫里花革命 就是我相信在隨後的日子 一定會在世界各地 用類似的模式 就是等同這個東歐 八九之後 東歐這個共產政權的連串的倒塌 是不是 因為那個民心思辨 同樣在這個極權的國家之下 民心也是思辨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市民 對這個李光耀對李氏家族的不滿 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之下的 十三四億人民 會對這個寡頭壟斷的不滿 對這個國家資本主義也好 這個扭曲的資本主義也好 對人民的剝術和壓迫 香港是更加的 香港市民對這個社會的不滿 應該是嚴重於新加坡 數字倍計的 因為新加坡政府最低限度 在民生照顧方面 在退休保障呀 在房屋呀 在這個社區照顧呀 等等方面呢 是比香港是絕對優越的 而香港人的貧窮人在那裡超多的 百幾萬貧窮人口 很離譜 然後就是居住的環境 是極為這個惡劣 動物是經常用的 哇 真是過去這麼多年 數以萬計的老人家 等著老人院等到死的 有些等著進醫院都等到死的 等著排期做手術都等到死的 是吧 這個市民的憤怒呢 其實是隨時爆發的 但是可能 愛於對這個 就是共產黨的淫威 是吧 不是怕你真任權 也不是怕你香港的警務處 不是怕你這個曾通英 而是恐懼這個共產黨解放軍 而不夠膽發起任何的大型的群眾運動 但是任何的風吹草動 任何的內地一些的政治的風氣 或者是運動的轉變的話呢 香港的民眾呢 我相信以這個資訊這麼發達呢 隨時是會走上這個街頭呢 是有機會成為這個 就是亞洲裡面呢 就是門禮花革命的推動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其實這個所謂官逼民反這個概念 這個是中國人的智慧來的 就是 當年在所謂專制帝王統治底下 尚且有這個所謂官逼民反這個概念 是不是 就是說那個造反的合理性呢 就是不是 僅止兩千多年前孟子那個說法 孟子真的是反對派了老實說 是不是 民諸一夫就以未民士君也 我經常舉這個例子 很多人就不明白 在他那個年代 他身處那個年代春秋戰國 有一個周天子 都已經 你明白嗎 他都會強調那種 他那時候呢 其實是某種形式 或者很初形的 所謂聯邦制 你知道嗎 有一個周天子 接著各地有諸侯 這樣才變成一個春秋戰國 在這個情況下 他仍然是強調這種所謂道德哲學 政治道德哲學 民諸一夫就以未民士君也 如果你的統治者 賊人者賊 賊義者賊 賊人者賊 賊義者賊 賊人者賊 你去傷害人義的人 或者對人民不好的人 對人民殘暴的人 你就是一個獨夫 就是一個獨裁者 就可以殺你 這種造反的觀念 在二千多年前 中國 孟子已經有了 接著下來 在歷朝 每一次的朝代複亡 當然有一段 叫做官迫文化 起義 這個農民起義 即是你當政者 就說這個是叛亂 暴動 是吧 但是搞這個運動的人 就自然 當這是一個義距來的 好像最近陸鋒我鄉下 那個真是起義 素已萬介也很厲害 不是開玩笑 被你打笑 這件事未了 我是給你一大塊 這個就是 你剛才說的 《莫里花革命》的初刑 會在這裡出現的 是嗎 尤其是我自己 作為一個散美人 即是敏南人 即是我們敏南人的性格 就是這樣的 即是要抗拒強權 你明白嗎